一,甄嬛并不想进宫 选秀之前,他就去寺庙里许过院 他希望自己嫁给这世间最好的男人 在甄嬛眼里,这世间最好的男人并不是皇上 因为当时的皇上已经45岁了 远远不是甄嬛心目中恋人的模样 他这一生希望自己愿得一人心 白手不分离 显然,他希望自己能够被明媒正取 嫁给一个优秀的男人 这个男人需要没有三宫六院 还要与他情义相合 而且这个男人一定要足够优秀 因为甄嬛入宫之前 太医温时初就曾向甄嬛表白 可是被甄嬛拒绝了 甄嬛的心气还是很高的 在他眼中,他是看不上温时初的 所以他宁愿参加选秀 也不想嫁给温时初 甄嬛的感情观是很文艺的 他希望自己嫁给一个和他情投意合的人 即使后来甄嬛骆驼 成了废非 温时初再次向甄嬛表白 想要带他离开 可他依然看不上温时初 这说明甄嬛并不喜欢温时初 他的内心想法是 温时初是配不上他的 为什么甄嬛不想进宫 却在选秀那天 吉利在皇上面前表现呢 二 选秀那天 甄嬛是和沈梅庄一起面见皇上的 沈梅庄在先 他在后 沈梅庄的端庄大气 轻松赢得太后的青睐 在一旁的甄嬛 偷偷地为沈梅庄开心 以至于太监报了两次 他的名字 他才反应过来 当皇上问他的名字 是哪个环字时 甄嬛回答 环环一鸟楚公妖 正是臣女闺名 皇上听到这里来了兴趣 因为皇上骨子里 是喜欢饱毒师叔的女子的 而甄嬛名字出自诗中 以皇上对甄远道的了解 他的女儿一定是个饱毒师叔的女子 何况等甄嬛抬起头来 皇上看到一张极美的脸 而且这张脸酷似皇上的白月光 纯元皇后 皇上看到这样的甄嬛 一下子来了兴趣 坐在一旁的太后 也看到甄嬛 那张长得像纯元的脸 才透了皇上的心思 决定在这件事上阻拦一下 就让下人放出了猫 甄嬛平生最怕猫 此时的甄嬛 面对猫却非常镇定 我们先来说说 为什么太后 要阻止皇上留用甄嬛呢 因为一休士皇后 纯元在皇上 最爱她的时候离世 皇上对纯元不仅有执念 还有遗憾 所以如果甄嬛入宫 皇上会把对纯元的爱 全部转移到甄嬛身上 这样一来 以休皇后的位置就面临威胁 那么太后乌拉娜拉士的荣耀 也就面临威胁 这是太后要阻止皇上的真正原因 可是眼见着甄嬛通过种种筛选 过了猫关 皇上又特别着迷 太后只能搬出真字 犯了忌讳来阻挡 可是不但皇上不当回事儿 连甄嬛也给出了合理解释 太后最后也就无可奈何了 甄嬛在皇上面前 极力表现是有原因的 因为她长相像成员 足以吸引皇上的注意 这一点她不能改变 只能在皇上问话时尽力回答 另外在审霉庄面试时 太后说过 女子无才便适得 所以甄嬛努力用诗书表现自己 也是为了让自己落选 面对太后使出杀手剑 放猫 挑真字毛病 甄嬛极力表现 是因为她代表着真是一族的融入 即使她不想进攻 她也要保全真是一族的名誉 毕竟父亲还在朝为官 她不能让别人笑话 真是一族没有教养 所以她看到猫 装得很镇定 也在皇上太后面前 极力为真是一族说话 她知道自己失态以后 真是一族的名誉就不保了 那么 真家女儿以后嫁人时 名声也会受到影响 三 除了这些之外 还有两个甄嬛自身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 沈梅庄很轻松就中选了 而且太后皇上都很满意 本身自傲的甄嬛 虽然不想进攻 但也不想自己表现得太差 她的目的就是让自己落选 但是不要伤害真是一族的融入 也不要丢自己的面子 第二个原因是 甄嬛平时可是个学霸 学霸是有好胜心的 尤其是甄嬛看到那么多的姑娘落选 小小的刺激了她的好胜心 于是她在面试的过程中 就小小的表现了一下自己 何况皇上虽然不是她心目中最好的男儿 可是她却是那些参加选秀的女子心目中最好的归宿 他们得不到刘勇 甄嬛却轻松获得皇上的注意 这是甄嬛的优越感在作怪 总而言之 甄嬛虽然不想入攻 但是面对选秀女子心目中最好的男人 她不自觉的就想试一下自己的能力 正因为她的这种性格 在之后的宫斗中 她还是惹来很多人的嫉恨 本文图片均来自网络 如有侵权 请联系作者删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